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男人惨遭杀害后被绑住双手,跪在孔子十项前 没人能想到,导致男人被杀害的原因 竟是因为他写错了成语中的一个字 仅仅两天时间,镇港分局接到两起相似的案件 第一起命案,死者是一栋大楼的夜间保安 此人做保安有八年,被来接班的同事发现死在值班室 经过法医鉴定,死者后脑有严重挫伤 初步判断是因为镊骨骨折而死 然而诡异的是,死者身上遍布鸡毛和鳞片 头上戴着鹿角帽 根据查看车道正门监控 在案发事件之内,酒楼的住户曾进出过保安室 但他一大早就出门了,目前还没联系上 另一人报告,后门的监控器已经坏了很久,掉不出画面 队长此情询问,到底是坏掉还是根本就没有装镜头 明汉怼此情,警察办案不能光靠监控 也要有办案的直觉 局长分开马上要吵起来了两人 但两个欢喜冤家仍旧互相看不顺眼 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要从上一期案子说起 为了抓捕犯人,明汉中枪险些丢了小命 原以为他立了大功,论功行赏 队长的职位非他莫属 局长当众宣布,会在内部选取队长 明汉自信满满,谁知局长却曝出了子情的名字 明汉愤愤不平,可惜局长认为 子情当卧底追回了所有赃款,功劳最大 他中枪只是小意思 明汉无奈服从,却不服子情的管理 处处跟子情对着干 局长调解完两人的矛盾,开始分析案情 死者身上有鸡毛、鳞片、鹿角帽三样东西 和多年前的成语杀人事件很相似 二十年前,一个村镇发生了两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 凶手是一位严厉的语文老师 曾恐吓学生,如果谁不认真学习就把他杀了 学生们以为老师危言耸听 谁知不久后,两个学生接连被杀 而两人被杀的原因,只因在成语测试的时候写了错别字 老师精心布置杀人现场 只是想告诉世人、成语和语文的重要性 因此大家称此事为成语杀人事件 称呼凶手为成魔 局长将话题拉回保安的案子上 保安身上的鸡毛、鱼鳞、鹿角 鸡毛压系 这个没有压系 鸡毛算头 局长提醒他是凤毛铃角这个成语 而保安身上的大量铃片 凶手是在提示鱼鳞的铃 与成语中的铃是错别字 直到子晴将错别字写在黑板上 明汉才明白错别字到底是哪个 局长继续提问 没文化的明汉被要求恶捕成语 他来到书店买成语书 就在这时,局长打来电话告诉他 华大腹中发现一具尸体 怀疑是连续杀人案 明汉匆忙赶回警局 法医鉴定死者后呢 受到重击而死 跟上一起案件一样 但特别的是 死者死后牙齿被全部拔光 我知道什么成语了 我才知道他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 子晴决定去监狱找成魔 他很有可能知道凶手在想什么 子晴把两起案件案发现场的照片 拿给成魔看 分析有人在模仿成魔当年的作案手法 成魔看完照片 肯定他们对第一组案件的猜测 对应的成语就是凤毛麟角 但第二起案件 莫尺难忘 没有错别字 无耻之徒 接近但并不顺 因为他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死者双手握拳 跪在孔子向前 说明在请教孔子 据此推断 凶手想表达的意思是 不耻下问 明汉不相信成魔的说法 成魔为了证明自己 让他们有下次再来问他 还会有下次吗 不会有下次 你们的中文程度变好了吗 明汉拿出刚买的成语书 声称就算有下次 他也能破案 说完拉着子晴离开 成魔重新被关进牢房 他擦掉墙上的一部分成语 在墙上写下 悬梁刺骨这个成语 很快镇港分局 接到第三起命案 明汉带着小分队成员 来到案发现场 死者是一名叫尤美的地下偶像 只见他的头发被绳子吊起来 右手手掌被刺伤 死相很惨烈 明汉开启头脑风暴 认为这次对应的成语是 绑手绑脚 同时拿来成魔 写在监狱墙上的成语照片 悬梁刺骨四个大字 异常显眼 也更符合尤美的死状 众人回到警局 眼镜妹告诉大家 报案人是尤美的助理 助理称尤美今天本来要跑通告 却没有出现 电话也没人接 他有尤美家的钥匙 打开门进去 竟发现尤美惨遭杀害 助理受惊过度 被送进医院 同事小胖将尤美的表演视频 发送给大家 法医是尤美的粉丝 曾去尤美表演现场应援 并拍下了表演视频 看着视频里 狂热的法医在疯狂笔心 众人瞠目结舌 根本不敢相信 这是在工作中 腼腆结巴的法医 局长提出疑问 为何在监狱里的成魔 会未卜先知 知道第三起命案的成语是 悬梁刺骨 有成员武里头猜测 成魔会操控凶手 或者念力杀人 子晴认为 有必要再去见见成魔 看看他跟凶手 到底有没有关系 就在这时 副书长突然前来问责 连续发生三起命案 他们却毫无头绪 实在说不过去 局长汇报 他们正要去找成魔 署长质问 最初是谁想出来 把凶案跟成魔联系到一起 局长见署长脸色不善 是眼色让子晴替自己顶罪 子晴无奈只好说是自己的想法 不料署长眉开眼笑 称赞子晴聪明 能联想到当年的成语杀人事件 局长亲手把被表扬的机会送出去 埋怨自己不会查阳观色 怪不得升职慢 为了让成魔协助调查 署长命人将成魔带到局里 明汉何子晴去待人 此时一名女外卖员来局里送外卖 看到墙上贴着的死者照片 她神情严肃 若有所思 眼镜妹警告她 办公区域外人不可以随便进入 外卖员扬言 没人来拿饮料 否则她才懒得进来 外卖员走后 眼镜妹接到有美经纪人的电话 对方称她知道是谁杀了有美 与此同时 明汉何子晴带成魔走进分局 成魔想起了当年她亲手杀害的女学生 被抓捕后 无数记者将她包围 谴责她下地狱 成魔一正言辞 告诉所有人 中文博大精深 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礼物 而成语包含着我们民族积累了几千年的智慧跟教训 我杀了两个人 直播室拯救了两个潜白的灵魂 失去了两臂民族的眼泪 眼镜妹接到有美经纪人的电话 对方告诉她 有美死前曾跟一个叫谢正达的粉丝发生过冲突 子晴立刻带人前去抓捕谢正达 却发现明汉不在 询问后才得知 明汉声称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明汉偷偷来到有美家 根据她的破案经验 认为凶手很有可能会重新回到犯罪现场 果不其然 她在有美家发现了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见到她立刻逃跑 明汉紧追不舍 却被黑衣人侥幸逃脱 眼看黑衣人驾车而逃 明汉开枪射击 直到把子弹打高都没能打中目标 黑衣人反倒开车将她撞飞 明汉忍痛爬起来又被撞了一次 可她是打不死的小强 凭借顽强的毅力站起来 把撞到障碍物 失去知觉的黑衣人带回了警局 而子弹等人并未在谢正达家抓到人 回到分局 她看到众人正在祝贺明汉立大功 子弹怒不可遏 指责明汉不听指挥 两人当即又杠了起来 正说这里 一个男人走进分局 自报家门 她是谢正达 并举报经纪人有作案嫌疑 巧的是明汉抓到的黑衣人正是尤美的经纪人 她举报谢正达是杀人凶手 明汉去审问经纪人 子强想去问话谢正达 但局长让她去会会成模 因为成模点名要见她 局长亲自审问谢正达 谢正达交代 她是尤美的粉丝后援会会长 尤美表演完毕后 她去给尤美送奶茶 提醒尤美不要再让经纪人给她激烂商业 不料却听尤美说她打算跟经纪人解约 因为经纪人总是压榨她 根据尤美的说辞 谢正达怀疑经纪人是害死尤美的凶手 和经纪人的说法正好相反 经纪人表示自己卖了粉丝送给尤美的礼物 因此跟尤美产生冲突 当晚尤美打电话 指责经纪人为了赚钱公开自己家的地址 导致粉丝谢正达经常骚扰她 这句话正好被谢正达听到 谢正达似乎很愤怒 直接朝尤美冲过来 尤美吓得赶紧跑进屋关上了门 经纪人据此指控 谢正达才是害死尤美的凶手 粉丝都指责她对尤美不好 可她不仅照顾尤美的生活 还花重金请了最有名的国文老师 黄仙教尤美学中文 黄仙的名字让明汉莫名觉得熟悉 她快速跑下楼从车里翻出了几天前 在书店买的成语大补贴 书的封面上正是黄仙的照片 与此同时 紫青去见了成模 她说出了自己知道第三起案件对应的成语是 悬梁刺骨的原因 当年她还在补习班当老师时 每年她都会帮学生整理出 当年大考会出现的内容 其中一项就是成语大补贴 她会列出那一年会考的成语错别字 2001年她列出的次序是 走投无路 快智人口 凤毛麟角 不齿下问 悬梁刺骨 她杀害的两名学生对应的是 走投无路和快智人口 分局接到的前两个案子 对应的是凤毛麟角和不齿下问 所以她才推测出 第三个案子将会是悬梁刺骨 紫青怀疑凶手有可能是成模的学生 命人去查经纪人和谢正达的高中联考记录 一本成语大补贴牵扯出了一段陈年往事 成模曾是补习班的金牌补习老师 可言师出高徒 越来越不受欢迎 导致学生快速流失 主任警告她 开补习班的目的是赚钱 收起她那些清高的理想 跟对家学学 开开黄腔 讲讲笑话 留住学生 成模知道班里有一对小情侣经常写投诉信投诉她 当天上课 小情侣不仅在讲桌上写了很多侮辱性的字眼 还在课堂上挑衅她 她破天荒 没有生气 反而要给大家讲笑话 学生们听到这话不以为意 站在讲台边上的男生 却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笑 时间回到现在 明汉拿着黄腔的书来质问成模 黄仙是不是她的学生 看到明汉把黄仙画得男不男女不女 成模回答 如果她的学生长这个样子 她会亲手杀了对方 随后成模转移话题 刻意询问嫌疑人谢正达是不是外卖员 因为当年成模就是假扮成外卖员 闯进女学生家里杀了对方 此情根据成模提供的思路 怀疑谢正达是杀人凶手 明汉则怀疑黄仙才是犯人 眼看两人又争执了起来 局长让两人兵分两路 明汉去盯捎黄仙 此情负责监视谢正达 明汉伪装成学生来到黄仙的补习班 刚一进去 他就看到宣传栏里有成模和黄仙的合照 他立刻把合照和黄仙擦黑板的照片发给此情 怀疑成模在说谎 此情拿着照片质问成模为何说谎 成模却说了一些云里雾里的话 表示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明汉混在学生当中上了一节课 课后他目睹了黄仙被学生追捧的火爆场面 他注意到一位女学生的视线紧紧追随黄仙 离开补习班他偷偷跟踪女生 竟发现女生私下跟黄仙约会 黄仙还给女生送了领悟 就在两人相谈甚欢之际 令个女生愤怒地冲了进来 他正是去镇港分局送外卖的女外卖员 外卖员斥责黄仙以工作为由 不准自己打扰他 私底下却跟别人亲亲我我 黄仙命令他声音小点 他为人师表对外形象很重要 黄仙强行把女外卖员拉出餐厅 明汉观察两人的行动 看到黄仙跟女外卖员举止亲密 安抚好女外卖员 黄仙重新进去跟女学生吃饭 解释女外卖员是他妹妹 但女学生却不信 饭后明汉继续跟踪两人 不料被黄仙发现 黄仙以为他是狗仔 立刻拉着女学生上车逃跑 为了甩开明汉 黄仙飞速驾驶 吓得女学生不停尖叫 黄仙一气之下 紧紧捂住了女学生的嘴 明汉开车紧急追踪 在一个路口狠狠撞击 逼停了黄仙的车 他要带黄仙和女学生回警局 然而却发现 女学生已经不在车里 原来逃跑路上 黄仙把女学生扔在了路边 可谁都没看到 马路对面有个外卖员 正在监视女学生 并一路尾随 看着女学生回了家 明汉审问黄仙 黄仙保持沉默 扬言在律师到来之前 他不会说一个字 明汉气得去找沉默 质问他是黄仙的老师 为何欺骗他们称 不认识黄仙 沉默要求与黄仙见面 黄仙看到沉默后 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看到这一幕 明汉越发坚信黄仙就是凶手 但他也为自己擅自行动向紫情道歉 其实他已经在心里接受了紫情是队长 紫情接受道歉 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 里面的沉默和黄仙回忆起了往事 当年黄仙家庭贫困 在补习班边打工边学习 他没钱买沉默的成语大补贴 却非常想阅读这本书 被成魔杀害的小情侣骗他 给一百块可以让他看一眼 黄仙拿出所有积蓄付了钱 谁料小情侣欺负他 打开书快速在他眼前晃了一下 便说已经让他看了一眼 黄仙气得握紧了拳头 就在这时成魔走进来教训了小情侣 看出黄仙好学上进 他承诺以后免费教黄仙 成魔杀人入狱后 黄仙曾去探望 他对语文的追求 对成语的严谨 让成魔视他为知己 期望他将来学有所成 可没想到 如今黄仙跟他一样面临牢狱生活 黄仙痛哭道歉 辜负了成魔的栽培 慧恨不该对女学生下手 成魔以为他跟自己一样杀了学生 两人鸡同鸭讲了半天才明白 黄仙说的对学生下手是指私生活混乱 跟好几个女学生不清不白 成魔想不到 昔日得一门声成了败类 气愤之下张口咬住了黄仙的耳朵 黄仙嗤痛逃跑 正好撞到刚进门的局长 局长告诉所有人 又有新的命案出现 跟黄仙约会的女学生被残忍杀害 经法医鉴定 女学生后脑有顿伤 心脏被一分为二 组员猜测这次对应的成语是一心二用 子晴根据成语大补贴 认为这次成语应该是杀一井百 就在这时眼镜妹告诉众人 谢正达在2001年参加联考 很有可能看过成魔的成语大补贴 而大补贴上的下一个成语就是杀一井百 小胖从行政科拿到案发前的监控画面 因为女学生的父母常年在外工作 他们在家门口安装了隐藏式监控器 众人看到一个身穿外卖服 带着头盔的外卖员出现在了女学生家门口 对方正是谢正达 子晴立刻将谢正达是嫌疑人的审 告诉了监视谢正达的组员 此时组员看到谢正达提着工具 去找一个点外卖的女人算账 女人不满外卖延迟点的差评 谢正达怒气冲冲地提着工具冲向女人 组员抓住机会将谢正达制服 跟组员保持通话的子晴听到女人的责骂 立刻让小胖查询 女学生死亡当晚点的外卖是什么时候到的 小胖查询后回答是10点32分 这个时间跟谢正达给顾客送外卖的时间重叠 也就是说杀害女学生的外卖员并非谢正达 陈模黄仙和经纪人在警局监控显示 谢正达根本不在场 也就是说他们锁定的四个嫌疑人全都不是凶手 事情回到原点 众人忧心忡忡 连续发生四起杀人案件 局长被记者团团包围 为了给外界一个交代 也为了引设出动 局长故意写错成语杀意警百 放话他就是要写错成语 凶手想要杀人就来找自己 局长和警员们在一处空房子布置了现场 为了引出凶手 局长开始疯狂点外卖 与此同时 紫青 明汉跟陈模分析女学生死亡对应的成语 陈模要求带他去案发现场看看 说不定能发现他们没发现的疑点 三人来到案发现场 陈模四处查看后得出结论 但他要求准备讲台才会说 紫青顺手把抽屉拉出来放在陈模脚下 然而没想到陈模突然踢开抽屉攻击紫青和明汉 两人被突然的变故打得措手不及 反击间隙 陈模打倒 紫青抢过手枪 打开手靠脚靠跳窗逃走 明汉确定紫青没事 跟着跳窗追击陈模 陈模驾驶警车逃命 明汉从车顶上爬下来 砸开车窗跳进驾驶室 跟陈模抢夺方向盘 争执之陈 陈模被甩出车外 明汉为了避让老奶奶 驾车从桥上摔了下去 被送入医院就回了一条命 而陈模却不知具象 同一时间 局长发现了可疑的外卖员 对方要求局长去一楼拿 局长跟组员保持通话的同时来到一楼 就在组员们紧张监视局长的行踪时 眼镜妹突然接到另一个组员的电话 该组员正在监视保安死亡案中的 嫌疑人九楼住户 他得到消息 九楼住户曾看到一个外卖员 从保安室里走出来 重点是对方是女的 局长也等到了行凶的外卖员 可他已经脱离了组员们的监视范围 被外卖员骑车撞倒后抓走 下落不明 众人复盘事情的经过 现在能确认凶手是女外卖员 但整个城市的女外卖员上千个 挨个盘查 难度很大 这时小胖拍着胸脯庆幸 幸好他平时点外卖都给五颗星 小胖的话提醒了明翰 他回想起来 那天出现在餐厅 找黄仙算账的女孩 正是经常来警局送餐的女外卖员 他戴着跟凶手一样的安全帽 身形外貌都相似 明翰逼黄仙交代 那天去餐厅找他的女人是谁 黄仙回答 那是他的亲妹妹 见明翰不信 拿出和妹妹的照片 明翰看到照片上是成魔和兄妹俩的合影 明翰等人根据黄仙说的地址 来到妹妹的住处 但妹妹早已不见踪影 坊间的墙上贴着数张照片和对应的杀人成语 每个成语后面都打了对钩 与此同时 成魔在废弃的游泳馆找到了妹妹 原来当年成魔教黄仙的时候 妹妹也一起学习 比起好高骛远的黄仙 妹妹更加专注有毅力 成魔曾说过 妹妹将来一定会比黄仙有出息 可他没想到学习更加优异 比黄仙更有资格当补习老师的妹妹 竟然做了外卖员 妹妹愤恨说道 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当初的样子了 老师当初教的礼仪廉耻 各行各业早已不在意 大家愿意自甘堕落 他宁可独善其身跑外卖 当年老师的一番教诲 哥哥早已忘干净 没有成为一个正派的人 更没有为人师表的样子 既然如此 妹妹就来匡扶不正之风 妹妹去送外卖时 发现保安室门口的通知上 有错别字 他秉着严谨的态度 拿笔改正 却被保安训斥多管闲事 嘲讽他竟然那么有学问 还当外卖员跑腿赚钱 为了惩罚写错字的人 他知道凤毛麟角案杀死了保安 听到华大腹中的老师 跟学生说话 把一诺千金的金 说成金两的金 以千金比喻 自己说话很有分量 一定会守约 他追上去更正 希望他不要误人子弟 可老师扬言 自己是体育老师 举不认错 妹妹气得制造了不耻下问案 接着他又发现 已经成家生子的哥哥 竟然借着补习的空当 跟尤美暧昧 而尤美直播展示 学习中文成果时 竟然觉得甘拜下风不好 甘拜下风更有感觉 妹妹气得拿工具 狠砸手机 他受不了对成语不严肃的人 于是他又制造了 悬梁刺骨案 第四起案件 按照成语大补贴 应该是杀意警百 但他为了给花心的哥哥 一个教训 让他不要沉迷女色 好好教学 才制造了一心二用案 听完妹妹的交代 成魔痛心疾首 他竟然为了哥哥 杀了一个没有写错字的女生 当年小小年纪的妹妹 看到补习般的小情侣 侮辱自己和哥哥 趁小情侣玩耍时 拿出刀子 想要报复 成魔及时制止妹妹 告诉他 这种事不应该由他来做 成魔教导妹妹 人生的逆境 不会因为不喜欢 就有所改变 不久 妹妹在报纸上 看到老师 杀了小情侣的新闻 从那时起 她就立志成为老师的接班人 完成老师 没有完成的事 妹妹想把老师的 成语大补贴进行下去 对故意写错字 挑衅的局长下手 成魔表示早就猜出了凶手是她 可笑子情和名汉 一个智商不够 一个情商不够 在自己的引导下 将谢正达当成了凶犯 可是妹妹做了这么多 并不是她希望看到的 她当初教兄妹俩 是希望两人做一个好老师 而不是学她曾经做过的事 一味地模仿别人 只会失去自我 那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成魔希望妹妹放了局长 远走高飞 可妹妹执念太深 她想完成杀意警百 下一秒 成魔看到倒在血泊里的妹妹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小女孩 此时此刻 她竟不知道 当年对妹妹的夸赞是对是错 明汉等人包围游泳池 解救了局长 可成魔却逃之夭夭 副书长抢了正港分局 所有人的功劳 在媒体面前宣称 自己查到了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凶手已经死亡 至于逃跑的成魔 他要对负责的两名刑警 明汉和此情做出最严厉的处分 明汉等人骂骂咧咧 局长请众人吃喝 平复情绪 不靠谱的正港分局小分队 完整集结 摆脱负面情绪再次雄起 半年后 成魔出现在土耳其冰淇淋店 店主一边逗弄他 一边喊加油 本剧结束 好了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